7月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县遭枪击身亡,终年67岁 现任日本首相已近两年,安倍为何会遇刺 当天,自身时政评论员胡锡进做客中新网快手直播监时表示 虽已现任首相,但安倍在自民党里仍保持着很大影响力 刺杀领导人本身这事就是挺大的事 当然安倍他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领导人了 他已经不是首相了 但是呢,安倍呢,他在自民党里保持着很强大的影响力 日本现在的政府依然买他的账 所以呢,这个安倍呢,他被刺杀 这事儿确实是依然很轰动 他对日本的政治啊,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在一段现场视频中看到 新凶者在安倍背后开了两枪 第一声枪响后,安倍在硝烟中回望 紧接着第二声枪响 安倍中枪后,缓缓倒地 警方披露,嫌疑人曾在日本自卫队服役三年 于2005年退役,目前处于失业状态 胡锡进认为,要了解其动机和目的 需要关注行凶者背后是否还存在其他事例 更多细节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他是受到某种组织的指使 是一个,虽然他是以个人出现的,个人去行凶 但是呢,他是代表了一个政治主张 代表了一股力量 是这种情况,还是完全的,就是他一个独狼式的 安倍晋三是日本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同时也是二战后日本最年轻的首相 在任职期间,他提出安倍经济学政策 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摆脱了通货紧缩状态 枪击事件发生后,日本股市汇市等发生震荡 刺杀事件是否会对日本经济产生影响 胡锡进认为,虽然整体上看会对日本经济产生负面效果 给人们带来很大冲击,影响人们信心 但实际影响不会太大 这个日本的这个股市啊 今天是安倍的事件刚发生 然后股市是跳了,跌了 但是后来呢,又回去了 我这个下午看到的数据是后来又回去了 所以呢,大家呢,并不认为这件事呢 对日本的经济能够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冲击 应当说,那么这件事总的来说 让人对日本这个社会的就是它的稳定 稳定度啊,可预测性 这些东西呢,都是减分的 此前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在7月10日举行参议院选举 有分析指出,此次选举对于维持岸田文雄政权的稳定性有重要意义 旅日资深经济评论员莫邦富认为 刺杀事件不会使此次选举产生大的变数 这场选举本身没有什么疑念 基本就是执政党,知名党,很多公民党会占绝大多数的优势 所以,一个安倍这样的意外事件 会对这个选举的动向产生很大的变度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另外选举就剩下这么两天了 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同情票 反而会流向自民党 安倍晋三自从政以来多次公开表达修改和平宪法的诉求 将其视为毕生政治夙愿 胡锡进认为,虽然安倍已不在 但受多重因素影响 日本的修宪思潮仍有继续发酵的空间 日本的这种修宪思潮 从美国那边是相对阻力最小的一个时期 因为美国的私心对中国的私心在变大 那么接下来,这个美国的在一段时间里 美国这方面的阻力也不会增加 所以呢,在日本依然有这个修宪的这个思潮啊 有继续这个发酵的空间 那么就看,当然在日本反对修宪的这个声音也挺强的 所以呢,这就在日本内部就会博弈 在这当中呢,到底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人物 我说啊,出现一个新的就推动修宪的人物 这个条件是充分存在的 据日媒报道,安倍晋三的葬礼将于7月12日举行 我说啊,出现一个新的主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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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啊,出现一个新的主意的主意的主意